因需要配合拍摄 导致因纽特人全家在北极活活被饿死的纪录片看过 该纪录片拍摄于1918年 事实上第一部纪录片 由于当时彩色摄影技术还没有研制 视频都是由黑白模式放入 这部纪录片是由美国著名导演罗伯特拍摄完成 为了更还原因纽特人的努克一家的生活状况 罗伯特跟踪观察 并整整拍摄一年多 才完成这部纪录片 可就是因为这部纪录片 让本身秋季需要打猎的那努克 需要配合导演的拍摄 让他没有被阻过冬的食物 在北极冬季来临之际 一家人在茫茫血缘中绝望饿死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明知配合拍摄会没食物 那努克为什么还要配合拍摄纪录片呢 本期视频 我们将继续走静音纽特人 一起去了解下那努克的一家 在北极有着一个总面积 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的八分岛 如此大的岛 却只生活着总人口不到三百的阴纽特人 这里犹如他们的世外桃源 长年的平静 直到一名美国探险家的到来后 就被彻底打破 北极的春季 冰雪消融 冰面上到处都是裂缝 严酷的环境 让北极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一年之中 北极的冬季 持续时间长达十个月 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月就是夏季 虽然夏季温度还是在零下季度 可对于阴纽特人来说 这简直是高温 一早起床的那努客就拿出石锅 他需要用石锅给大家煮点海豹肉吃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们需要全家合作 一起制作好一个皮划艇 然后使用皮划艇带着全家人 到南方的贸易市场 用动物毛皮交换食物或者一些工具 大家等待这天已经整整一年 全家人干活都格外卖了 由于海面上还有未消融的冰块 阴纽特人必须用海豹皮加固皮划艇 直至冰块无法刺破皮划艇后 那努客就可以带着全家来到海的另外一面 没错 那努客的一家人都在皮划艇着 不信你看 首先下来的是自己的儿子 然后从皮划艇里面出来的是 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 接着就是自己的大儿子 最后当然还有阴纽特人最忠实的朋友 雪橇犬 不得不说 那努客制作的皮划艇真能装 下船后 简单收拾一下 女人们就要背着需要交易的动物皮毛 而男人们就要扛着用海豹皮制作的独木舟 他们需要使用这个独木舟滑向更远的贸易市场 这个独木舟是全族人一起建造完成 每年只有夏季固定的那几天才会使用 可就是这几天 却是族人们最重要的几天 他们会在这几天得到接下来一年所需的所有物品 经过几小时的划船 族人们来到了目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努克和族人一起将独木舟抬到岸边 他们需要好好看管独木舟 回家还需要靠他呢 女人们就要把之前准备好的动物皮毛拿来摆放好 这里面不法有北极熊和北极虎皮毛 如果放在现在 其中一张卖了就够一家人吃一年了 可聪明的白人哪会给阴纽特人那么好的价钱 为了能换得更多的食物和工具 那努克这次也带来了家里的雪橇拳幼材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雪橇拳 犹如地地道道的藏壕 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将一切商品摆放整齐后 因纽特人就需要等待白人们的挑选 在这里他们不要任何钱财 只需要食物和工具 连白菜都可以换北极熊皮 在交易时 一位白人拿了一台留生机 想用这个和那努克换取一些毛笔 第一次见这种稀奇玩意儿 那努克显得那么好奇与疑惑 他不明白这么个东西 为什么会从里面冒出美妙的声音 听着还特别让人着迷 第一次听到音乐的那努克 在这里露出了笑容 但自己拿了这个留生机回去能干嘛 难道可以知 见白人把唱片从留生机上取下来是 那努克还以为是煎饼 连忙拿来用牙齿轻咬着唱片 可自己再怎么咬 也只是酸牙齿 看样子 留生机并不能在那努克这里换得皮毛 不甘心的白人继续拿出一些饼干和猪油 直接让孩子们吃起来 想着这次肯定可以换得一些毛皮吧 可没想到二儿子第一次吃这种好吃的 直接把自己的肚子吃上去了 感觉都要爆炸了 常年吃肉的二儿子 能吃到这么美味的饼干和猪油 也是情理之中 见孩子肚子如此之大 白人又只好拿了一些用作日常通电的皮毛油 拿着勺子喂给孩子 二儿子以为这是在给自己吃另一种食物 喂进去时还不忘露出满意的笑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看看那努克是怎么在兵面上独自收敛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那努克一家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